最后呢就是iPhone16和16Pro 在我这里呢16和16Pro的更新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几爆牙膏 毕竟呢15改了个静音件 对于苹果来说就已经谈不上是几牙膏了 对吧这个尿性又是到了灵魂拷问的时候 15和16放在一起让你选买新买旧的时候 显然是很好选的 但是呢这个问题如果回到12 13或13 14的时候就很难了 甚至说14 15的时候你可能还会纠结一下 但是15 16这一下这个节点啊 显然是没必要纠结的 肯定是16 但是呢我要说但是了 就单纯拍照按钮的升级 让你从15升级到16 或者说从14升级到16 其实完全没必要啊 毕竟除了这一把最大的升级其实是AI 但是咱们中文用户 AI库呢也不知道啥时候能用上啊 苹果说明年 但那可能是明年3月份或者是6月份的事了 真正用上苹果AI的时候 iPhone17都快出了 所以呢你要是觉得这个拍照的按钮没有那么吸引你呢 预算有没有那么宽松 或者消费也有所降级啊 真的可以不着急 毕竟有一说一呢 未来半年随着英文版的AI的普及 会有越来越多的功能整合到 iPhone的AI中 到中文AI能用的时候 说不定已经拥有了很多全新的功能 现在入手就等于买了一个iPhone的七房了 现在还没有封顶 虽然没有跑路的风险 但是啥时候交付谁也说不好 当然呢 如果你是喜欢拍照的啊 那这个拍照的按钮真的是很棒啊 功能全面充满细节 结合AI还能玩出识别各类的东西 便捷生活的一些很多功能 而且呢我在看发布会的时候 看到镂空动画时突然有瞬间就像是穿越了啊 iPhone如今已经变了这么多这么多了啊 多了这么多按键啊 然后功能按键啊 Siri按键啊 音量上下啊 拍照按键啊 从理念上来说 时代在变啊 无畏对错 但是从科技感啊 或者科技术上来讲啊 这个在我们生活中最常用的数码设备 让我真的有一种很high tech 很高科技的感觉啊 就是感觉啊 这么薄这么小的一个设备里面已经集成了这么多的功能和零件啊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感觉 就是说换去十多年前 你转眼想一下啊 再远一点的这个诺基亚的时代 现在你握着iPhone就感觉有种荒诞的感觉 我不知道为什么15代的时候没有给我这个感觉 但是16代加了这个按键之后呢 真的让我有这样的感觉那一瞬间啊 当然这个按键的位置设计也很棒啊 就是很相机的感觉啊 16新的镜头排列也支持大玩具V星Pro了 跟我们没啥关系 但是whatever 所以呢老实说呢 如果不是5倍的长焦 对于我来说真的没有什么理由去选择iPhone16Pro 但是奈何它有啊 长焦真的太有魅力了 尤其是你知道在相机上长焦镜头都是很大个那种 价格往往也比中焦或者广角要贵很多 当iPhone有长焦的时候呢 对于我这个这个职业来说呢 毫无疑问会选择入手iPhone16Pro 去年我就是这个Pro Max 就是因为Max有5倍的长焦 我哪怕平时用手机拍的没有那么多 我也想说在我想用的时候我是有这个5倍长焦可以用的 而且呢没有任何一个摄像师在看到iPhone拍MV 那个幕后和成品的时候是不心动的 只是我理智告诉我并不合理 而且最关键的是苹果的发布会 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但是它不小心漏了一个镜头出来 告诉你不要幻想就是这个追光的画面 让你一直盯着光仔 但是不重要的去大量的彩照的色快啊 不知道苹果怎么会让这样一个镜头登上发布会的 只能说苹果也有实实在在的时候 对的没有专业灯光和团队提前就考虑到了 宽容度和向外曝光等等因素 iPhone的制作搭配的能力还是很有限的 但是它真的让我想 下次用iPhone拍一个铝牌试一试玩一玩 然后呢15的这个电影模式 其实还是不够给力 真正用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违和感 不知道16AI的这个加入能不能让这个电影模式有更厉害的一种可能性 但是不管如何呢 当iPhone多了一个按键驱动使用者横过来使用的那一剎呢 就意味着新的可能啊 短视频的横屏竖屏的格局是不是又要产生变化 谁知道呢 至于其他的更强的游戏 更强的镜头 更强的性能 good 更长的续航 good 当然还有颜色飘移的功能 这个也有点厉害 所以如果你说你是真的要升级 那就快升级吧 如果呢预算有点紧张 我真的建议可以等到中文的AI 你可以想象说对Siri说啊 我好像去年还是前年啊 去某个地方玩 有一张合照你帮我调出来 然后出来了 或者是通过一个很模糊的条件去找一个以前的邮件 那这种体验真的是大大的不同了 最后呢 如果觉得我说的还有点参考价值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记得点个赞 很多朋友催我跟行家说发布会开了 我就一直没讲啊 然后一直留言让我讲 我真的很感动 大家认可我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做 主要还是我年纪大了 实在熬不动 当不了那个快男了 拖了这么久也真的是因为比较忙 那手机呢 其实我也没有抢到那天 正好是我们公司团建啊 但是耳机我是20号一早去拿 所以到时候我看看能不能在现场直接买一个 尽量找找体验分享给大家 最后呢 就记得点个赞支持一下喽 拜拜